你看他 居然拿用过的草稿纸折东西 就这样很想游我们 太痴心妄想了吧 大牛说得对 痴心妄想 大牛 你不能这么说 什么样的纸不重要 重要的是是否能折出好作品 就是 老师欺负人家小树 真是太过分了 那又怎样 我就欺负他了 怎么着 喂 小树 这个月还是你帮我吃日 别忘了 哇 这奖杯好酷 还有什么 给我吧 皮特 我帮你一个月的零食 不行 这是为优胜者准备的 奖杯肯定是一等奖的 但是刚才好几个人的作品 看着都比我精致 不行 我得想办法 一定要把这个奖杯弄到手 皮特 你是评委 只要给我评个一等奖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小树了 大牛 这是比赛 得讲公平公正 如果作弊得到一等奖 那岂不是失去了比赛的意义 什么意义不意义的 我不管 只要你给我一等奖 我可以帮小树做一个月的卫生 什么 帮小树做一个月的卫生 没错 给你一等奖就行 没错 那你可要奖信用 只要给我一等奖 我绝对奖信用 成交 皮特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你要是帮着大牛锁后门 我以后就再也不跟你玩了 比赛结束 下面开始颁奖 一等奖获得者是 大牛 小方 小强 皮特 你居然真的帮他作弊 我要给你绝交 怎么 怎么有三个一等奖 为什么不能有三个 只要你拿到一等奖就行了呗 好的 反正我也是一等奖 诶 给我证书干嘛 我是一等奖 应该拿奖杯才对 接下来颁发特等奖 真香富贵获奖 啊 怎么还有特等奖 最后揭晓的 就是本次比赛的第一名 也是最高奖获得者 什么 还有最高奖 最高奖获得者是 小树 我说很异样只有